本经佛讲的三个真实 这是其他经典很少说的 第一个真实之计 真实之计是阿弥陀佛四十八院的体 四十八院之所以 那真实之计就是我们讲的真如自寻 这个地方有得第一讲的第一 名词很多意思都是同一个意思 同样一个境界 真不是假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那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真 假标准是什么 假的有生有灭 就是假的 没有生灭 这才叫真的 那么我们细心观察 这个世界上 所有一切动物 认识动物 有生老病死 这就不是真的 这就不是真的 啊 植物 有生主一灭 这就不是真的 旷物 又沉住坏口 所以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现在的科学 给我们证明了 一切没有 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 七心动力是生灭现象 我们讲的是很粗 很明显的生灭现象 真正的生灭现象 大臣经上所说的 都不是我们经济 我们看不到 那 譬如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阿赖耶的生灭现象 一坛指 有 三十二亿 百七年 这我们怎么会知道 一坛指的事情 有三十二亿 百七个念头 一个念头 就是一个现象 一坛指有多少现象 三十二亿 百七年 百七十单位 一百个千十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 我们今天用苗字单位 一秒钟可以谈多少次 有人告诉我 七次 好 七是佛经上常用的 代表圆满 三百二十兆陈七 年轻轻易 你按轻易不照此 一秒钟啊 就在面前呢 我们完全不知道 我们六根 所接触的六层经济 根乘石 通通是这个频率 这么高的频率 产生的幻想 没有一个像是真的 我们要知道 全是假的 所以凡所有像 皆是希望 一切法了不可得 不可得 你自己以为有所得 错了 你看错了 想错了 真的是无所得 我们这个身体现象 一秒钟 生命 你按千亿百兆词 我们不知道 以为它存在 实际上真正存在的时间 多长呢 那就是 他说有像 有像就有生命 有像就有生命 有像没有生命 那是发心 发心地下 很奇特 它没有生命 它有隐线 有缘 它现 没有缘 它不现 不现 不能说到无 不现 不能说到无 现 不能说到有 这 这个再把这个印象 认识 浅出了 阿 阿弥陀佛